- 嗨大家好我是芒果 嗨大家好我是小護士Windy 我們這次要講的是 疫情後的就業市場 受險業竟然是逆勢成長耶 真的最近因為疫情 所以應該都影響蠻大的 前陣子疫情你有沒有覺得說很可怕 樹門一定會戴著口罩 只是下樓到垃圾也會戴著 然後隨身帶酒精 酒精啊隨身隨手噴 然後酒精擦去上課什麼的都會 認真把桌子擦過一遍 有啊因為新聞一直播 所以說我們也要好好的防疫戴著口罩 噴個酒精 我也是會戴著 因為像我們現在是做受險業 隨時有時候客戶要叫我們的時候 隨時也是都要戴著東西出去 然後保護自己要保護別人 然後前陣子新聞又一直播 那個觀光業啊受影響 然後跟那個餐飲業 那你們有沒有受影響 跟你說我不是在咖啡廳打工嗎 對 我們那個店倒了 蛤真的喔 說倒就倒 真的是月中獎 然後他就坐到月底 然後就關門了 然後就臨時就 對 打工的地方就沒了 對 就是因為疫情影響真的很嚴重 真的喔 而且我在網路上啊看到一個板子 我有做功課 這個板子啊你看 上面第一名副成長就是工業 然後再來是什麼展覽的啊白貨啊 你們那個餐飲的也是 你看從這邊到這邊 我們的逆勢成長最後 趴數最高 正成長是人生預防規劃 就是我們的受險業 所以說我覺得 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 對 所以我覺得選對的行業其實也蠻重要的 嗯 因為畢竟疫情大家都會想要 嗯 就會比較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啊 對 真的 而且啊我們又不受疫情影響 隨時在家休息也是可以 時間可以自己調控 或是跟客戶約時間其實都可以 自己調配 嗯 對 比較安全一點 對不會像一般可能公司行號說 欸我今天一定要出門上班 一定要坐到捷運 對 然後不然的話老闆就會口心碎 對這很可怕 因為我自己開店 我只是也是硬著頭皮去開 然後連續一個禮拜 一個客人都沒有 超級無敵 慘到爆 下一個禮拜我就生氣 我就不開了 我就 我就關門關了一個禮拜 就很生氣啊 就是根本就沒有客人 然後我就覺得我又冒著風險去搭公車 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很可怕 就沒有 後面我就不開門了 我跟你講 因為做那個壽險業 所以一定會賣防疫保單 防疫保單賣很多 因為大家很怕得病 所以賣了非常多 防疫保單 這個可以保護好自己 也可以保護好家人 所以時間都可以自己調控 真的 所以說 我們這個行業 很簡單 對很棒 時間都可以自己調控 當自己的老闆 有沒有興趣來加入壽險業呢 是不是要考證照什麼的 要啊很簡單 其實不用太擔心 我們來預約時間吧 如果要加入我們壽險行業 其實很簡單 不用太擔心 對 好 真的是歡迎大家 可以多來了解看看 對 當自己的老闆 嗯 拜拜 我是小巫師Windy 我是芒果 那要訂閱我們寶了沒頻道喔 要點我們的小鈴鐺 好拜拜 拜拜 啊 啊 不 膽 啊 啊 啊 不 哦 不 你